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今天呢这个比特币走势如何呢 其实它现在呢已经在小时间级别形成了一个新的阻力区 那这个阻力区挑战了多次还不破 但是呢下跌的这个量呢还是不足 那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到底会怎么样去走呢 我们马上去看 好了看比特币四小时突 今天的日期是9月20号的4点14分 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是一直都没有创出更低的这个新低 那它现在的这个上涨呢没有非常的强势 那是因为呢它是在盘整上涨中 你看就是缓慢的上涨 那这个新高呢也是不断的创出更高的这个新高 所以现在的走势呢 你可以看到在4小时的1小时级别 那短时间内它都是正在走的是一个上涨的一个走势 但是在我昨天的影片呢有提到了 这个大时间级别的一个趋势呢 都还没有看到这个反转的 都还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走势 所以当大家就是要去做多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追多 这个阻力区域是挑战了好几次都不破 那我们来看就是它有没有创出更低的新低 目前来看是还没有创出更低的新低的 我们来看之前的这个阻力线 那现在呢都没有碰到这个阻力线的 好来看比特币一小时哦 这个就是我刚才4小时图所提到 一直不破的一个新的阻力位置哦 就是在这里那一直都不破 我们能不能呢就是再观察多一次 就是它会不会在这一个位置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比较好去做空的一个信号 就是上涨到这些前高的一个位置 插针收回下来 或是说在这一个位置创出更高的新高 但是呢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恶比的一个形态 然后也有这样的一个流动性 就是大家突破的时候呢 有很多人去追涨做多 那在这样的一个行情呢 我是不建议大家去追涨的 我就有提到了 因为大时间级别呢 还是在这一个下跌的一个走势 所以当这里又出现了这一个流动性的时候 当它回到下方呢 你再找这个机会呢会更好 主要就是为什么我还是没有看到这个位置 有出现一个做空的信号呢 你可以看到它挑战了多次哦 都还是没有跌破前低的位置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位置画上一个趋势线 作为一个参考 但在盘整那个行情呢 趋势线我们就要去留意了 有时候它的这个跌破之后呢 也并不是一个非常漂亮去接空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就要去看它的这一个上升三角形啊 会走出怎么样的一个走势 如果说它接下来的这个接触点是越来越多的 你看在这里越来越多嘛 接触了一次 然后再一次的挑战就在这里 如果说它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假突破后 收回来下方 你在这个位置去接了 那接下来它是没有创出更高的新高 然后再跌破这个上升三角形呢 那就非常的漂亮 你还可以在这一个跌破的位置呢 再去接这个空柱啊 就是它在这个位置有做了一个又多的一个举动 之后呢 在下回来的时候啊 有很多的这个多头呢都被套了 那接下来它是跌破了这个上升三角形啊 那它将会继续的往下去跌 当然这个是其中一个会走出的一个可能性 那第二个可能性呢 就是上升三角形在教科书里面呢 它是一个看长的一个形态来的 那也就说接下来如果说它在这个位置是 获得了支撑突破了回踩了 接下来往上去涨呢 那这个上涨呢就是符合了上升三角形 这个形态就看涨的 而目前这个走势为什么我还没看涨的 就是如我之前所说的 就是它还没有在这一个下方的位置走出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看涨的一个结构 如果说它真的是继续的往上去涨 你在这个位置突破去做多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可以看到上方的这个阻力呢是非常接近的 也就是说这个盈亏比呢并没有这么的好 所以如果说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 在这一个位置有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空的一个机会 接下来下跌到了这个位置再去接这个多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接下来上涨能不能突破前高 如果可以我们这一张多单呢 就可以继续拿着拿得更久的时间 美国加息消息将会是在2023年的9月21号凌晨2点 也就是说会在今天晚上的凌晨2点 好回到比特币的盘面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消息会怎么去走 所以目前的这个比特币 我是还没有看到这一个强势的一个做空的一个信号 那目前如果你是说要去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个位置是没有突破 然后再一次的挑战呢是没有创出更高的新稿 但是它也没有就是跌破 也没有就是跌破前低哦 这一些关键的位置 所以很有可能要等这个加息消息后的一个走势 那明天呢将会是非常关键啊 大家可以明天呢去看天图的这个收盘 或是说加息消息后的这个走势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口可以使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有很高的充值福利 还有就是新用户 只要你KYC充值100U就可以得到30U美金了 那这一个30U是你可以提现出来 也可以作为合约和现货交易的 非常值得哦 如果你新闻朋友还没有注册呢 赶紧给他知道这一个福利 点击社群拜币你期待你费马来西亚的线下币圈免费课 进群报名哦 就是点击这个进入telegram的群里面有google form 你可以填写去报名 你可以带你的朋友呢一起来出席 或是你身边的朋友 如果他们有兴趣呢 你可以赶紧的让他们知道这个活动 那这一个呢 主要就是要给新手和小白呢 知道到底怎么样去买比特币 还有就是要怎么样去进行这个交易 然后要如何进行操作 因为我相信在马来西亚呢 有很多人都有兴趣要了解 但他不知道要从何下手 所以你可以带你的朋友呢一起来 那台湾和香港呢 也得到了很大的这个反应 说他们也希望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而目前呢 我们先会办在马来西亚 那之后呢 会考虑在台湾和香港去办 那之后会再通知大家 好我们去看以太 好我们来看之前的这个盘整的一个区域 以太币是在这个位置去盘了 那盘了之后呢 跌破了 这个盘整的一个区域呢 就往下去跌了 后来比特币获得支撑反弹了 那以太呢 也是跟着进行了这个反弹 回到了这一个盘整的区域中 但现在你可以看到 这个以太的盘整区域呢 是不断的向上去盘的 你看走出了这样的一个上行通道 那现在都还是在这个上行通道内 接下来的以太怎么去操作 现在来看 其实它还是在这样的一个盘整区域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留意说 它会不会下跌到了这一个位置 也就是之前的一个支撑线 这里这个位置你可以去留意哦 会不会在这里获得了支撑呢 在这里去找这样的一个短多的一个机会 如果说要去接空呢 我还是会在稍微的再等一等 看一下这一个之前前高的一个阻力 如果说它在这个阻力 有这样的往上插了一个针 回到你下方的话 那我会在这一个位置呢 去考虑一个短空 目前的这个比特币和以太币的行情呢 比较难进行这个中场线 现在都是比较以偏短线操作为主 你可以看都是如果你是短线操作 来回的这样去操作的话呢 其实是还不错 但是其实它的空间呢 确实都还是比较小的 你看它盘整这个空间 之前盘整的区域呢 还是比较大一些的你看 在这里这个区域还是比较大一些的 现在的盘整区域呢 是非常小 因为目前的流动性呢 也是非常的少 所以现在真的比较频密的去进行操作 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不明确的一个行情内 除非说它有出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像我刚才比特币讲的 而以太呢也是一样 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呢 就不要进行任何操作 最好呢就是等到更好的位置呢再去操作 以太币目前的走势真的非常的弱 因为比特币其实它这一次的这个反弹上涨呢 都已经非常接近之前的这个消息的一个区域了 之前的一个利好消息 然后之后呢就往下去点 其实比特币呢都已经涨回到这一个区域了 但是以太距离这个位置呢都还是蛮远的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比特币你看对吧 你看这样的一个对比就知道就是以太币真的比较弱了 你看比特币都已经涨回到这一个位置的 而以太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 那以太会不会补涨呢 目前来看是没有 所以大家还是要很谨慎哦 最好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你操作一个币就好了 赚住一个币 好那比特币和以太币的分析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的影片点赞哦 感恩你们的点赞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做一参考 拜拜